在这一次事件上面 那国民党的角色如何 这个是作为昨天在这场宣讲 蓝营唯一到场的人是他 萧续成 他是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他以神秘嘉宾到场力挺 他说因为他前天接到了 民众党的秘书长周余修的电话 邀请他出席 所以他答应就来了 那他提到 根据我了解 国民党中央对此事开放的 我也跟一些立委同志交换过意见 也跟马前总统报告过 包括他要讲话的内容 马英九都知道 萧续成说 监要声援的不是特问者个人 所谓案情的部分 他说我们也不了解 但我们绝对要支持 第一在野党一定要合作 对抗赖清德政府 种种不公不义措施 第二就是这种司法体系 已经被政治力渗透的情况下 在野党一定要团结 不然一定就会被各个击破 那没到场的呢 许晓鑫 但是他有发声明 是由台北市议员黄敬寅 但为念出 里面特别提到 小心说 跟对外放话不实消息的 检调司法以特定带风向 扭曲的媒体作战 是一条漫长痛苦 经常带着愤慨 却也无能为力的路 受害者繁多 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我知道今天不说话 明天又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我们都期待司法公正 但曾几何时侦查不公开 已变成侦查大公开 而且还扭曲 像特定媒体不实乱公开 在这条持续在现在以及可见的未来 被扭曲给特定媒体放话 进而不断出现错误爆料 乃至于遭受侧意极尽所能的霸凌 民众党以其支持者的路上 请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 只有让自己活得更好 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报复 我以过来人身份鼓励大家 一定要把自己活得好好的 才有力气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事实上不管是巧新还是萧续成 两个人都没有提到关于柯文哲在涉案的部分 案情的部分他们绝口不提 他们特别只针对是否有司法不公 政治打压的部分做论述 可是请教兵哥 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国民党在这件事情的角色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暧昧 有点尴尬 那当然在蓝军的支持者里面 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 那兵哥怎么看 很简单嘛 因为选举的时候大家有在谈蓝白盒 那后来柯P都签了协议 然后又失败协议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蓝军当然很多人对柯P是非常不满 那再加上 我们先不要管说柯P有没有收贿 可是在金华城这个事情上 确实包括我自己本身我都在质疑 他为什么要这么积极介入这件事 所以这个对很多蓝军来讲的话 你真的会去相信柯P吗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 为什么要去帮他站台 甚至为什么要去力挺他 都会有很多人质疑 所以这也造成了很多蓝军的党公职 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太快站出来会比较好 那再加上也因为 就是这段时间包括钟小平 包括邮淑会 也一直在揭发爆料 甚至暗影申告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就变成民众党其实 有很多人对国民党是极度不满 甚至一直把矛头都指向国民党 那这更会造成很多国民党支持者 也觉得非常不满 那双方之间有裂痕 所以这都会变成说到最后 本来据说好几位都要去 结果到最后只有徐小新的一个声明 跟萧续成一个人去而已 所以我想这就是造成很多这种 奇特氛围的出现的原因啊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整个案子的重点就是司法归司法 政治归政治 现在很明确的摆在在野党眼前的就是 不管柯P这个司法会走到什么地方 请问一下在立法院 难道蓝军不打算争取民众党的支持吗 当然要 对啊 你如果不争取民众党的支持 那大概接下来就是在立法院 大概还是一事无成 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未来的立法院对民众党来讲 也只剩一条路不是吗 就是反民进党到底啊 你就势必白赢这巴西就要跟蓝合作啊 是啊 理论上是这样子啊 理论上是啦 对啊 理论上就是 他如果不选择跟国民党合作 那大概就没什么好合作 你要投向民进党你就去投吧 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就是 对在海党来讲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 就是一个非常阿拔的执政党 而且要用尽一切手段 在追杀在海党 所以如果你们在立法院 大家都不能合作 那就至少倒霉 到最后就死掉 那没什么好讲 那司法的东西 我觉得蓝军这边能够着力 也其实很有限 也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看证据说话 而不是大家在那边乱拆 也不是用意识形态去挺 重点就是 很简单 今天北检的整个办案过程 实在过度粗暴 然后再加上一些配合的媒体 实在是嚣张到一个不行 你看这两天那些媒体 为了掩饰自己 在胡乱猜测 然后做出了更多奇奇怪怪的论述 我看了都很想笑 还在那边宣称自己 那个侦查不公开 跟媒体记者没关系 当然跟你媒体记者没关系 这跟提供你消息的人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都已经开始在胡言乱语 那在这种状况下 蓝军当然要谴责这种乱象 也应该要去追究到底 为什么整个办案过程中 检调不断对外泄漏消息 这是哪一国的办案方式 检调不公开 侦查不公开 好像在这次整个办案过程中 根本是不存在 检调官每天都要乱公开 而且珍珍加加加珍珍到处乱放消息 这种办案方式是对的吗 这种办案方式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吗 那当然柯文哲自己 如果被检调抓出来他的金流 那该死就去死 也没有什么好同情的 因为他本来 他自己要收费就该去死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要受到这样的对待 也就是莫名其妙的 今天先把我抓了 再想办法去找证据 找不到证据就靠到处乱放消息 这种是非常恶劣 非常不可取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觉得 在野党 就是除了民众党之外 其他政党大概就只能站在这个立场 你也很难占据 占据什么别的立场 那我知道很多民众党的人不满 觉得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力挺民众党 那我就很想请教一下 过去国民党出了很多事的时候 求问一下民众党力挺国民党 也从来没有啊 那为什么你们出了事就叫别人力挺你们 那别人出了事你们都不需要力挺 你们都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概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民众党的支持者你们自己要去想清楚 就是 过去在其他政党在蓝绿身上发生的事情 现在也发生在你们身上 那这个时候你们自己就要去承担这个东西 别人也不会来帮助你 因为你当初也没有帮助别人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台湾第一个我觉得好处就是没有人可以站在 道德制高点去骂别人 然后第二个大家都回复到同样的一个状态 那以后就是按照正常的逻辑正常的处事方式去做 司法的归司法 然后立法院的归立法院 那之后政党要不要进行什么其他合作 再看未来的时事而定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讲 那至于每一个人的个别行为 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如果有不适当的行为或是处罚的行为 就直接去告他 那如果没有的话 人家有人家言论自由 他高音怎么讲 你也管不着也没得管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